浮力有兩個概念 一個就是它在物體在液體中所減薪的重量 那減薪的重量呢就是 如果我們拿一個彈簧測對不對 把東西吊起來 好 本來是150克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呢 把 這邊有個杯子 我們把它裝滿 裝到快要滿出來 好 它已經滿出來了 好 我去 好 然後呢 我們把它泡在水裡面 泡進去了 那 當你泡越多的時候呢 有兩件事情要注意 就是呢 這個彈簧測的重量會越來越輕 本來150克的東西呢 要完全泡到水裡面之後呢 好 剩下50克啦 所以它減少了多少克呢 100克 減少了100克 就是150變成50 減少了100克 你在完全泡進去之後 你在改變位置有沒有影響 沒有 因為它已經完全泡進去了對不對 那麼呢 所以它減輕了 100克 所以它浮力就多少 100克 那麼呢 阿基米特就發現說呢 欸 它注意到是這個溢出來的這一杯水 那它把這個水呢 拿去秤重 就會發現剛好 100克 剛好就是那個減輕的重量 就是100克 所以 福利的第二個概念就是所謂的阿基米的原理 就是說 欸 福利怎麼來 就是你排了多少水 你就會怎麼樣 減輕 你減輕 減輕多少重量 所以福利就相當於排胎液體的什麼 水的重量 可以嗎 因為你東西在水裡面 你會把那個水的空間佔走 那旁邊會有各式各樣的壓力對不對 你就會想要回來 那個力量就是福利的來源 就是壓力的差別 那麼呢 這個排胎液體的重量又等於 我們知道重量就是m等於d乘以b對不對 重量等於體積乘以什麼呢 密度對不對 好 那這邊有個概念就是 其實呢 我們要想想看齁 我們先想想第一道浮體的概念 因為我們知道東西放在水裡面會浮下去會怎麼樣 沉起來 然後沉下去會浮起來 浮下去會浮起來 好 那這邊有一隻這個模型完全叫海龜對不對 那這隻海龜呢 那如果把它丟到水裡面 你發生什麼事情 它會浮起來 海龜會浮起來 海龜會浮起來 海龜會浮起來對不對 好 那我們如果用兩粒平衡的概念 哪兩粒呢 就是這邊是一個水對不對 然後有一隻海龜在這裡 海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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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海龜在這邊為什麼它會動呢 因為它是模型 它不是活的 好 重點是海龜 海龜 它靜子的原因是 靜體的原因是 這個重量怎麼樣 剛好等於什麼 像 像的什麼 浮力 浮力 浮力我們用B來表示 Volions 這個聲音浮力 所以呢在浮體裡面有一個重要概念是 B等於什麼 浮力等於什麼 物重 這個物體的重量 可以嗎 那請問它排了多少水呢 因為這隻海龜不是完全怎麼樣 泡進去 它只有一部分泡進去對不對 所以那個泡進去的部分就會影響它的浮力 所以它的浮力就剛好等於 我們可以用那個公式來表明 液下體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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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那個液面下 這裡叫液下 不是這裡 是淡 液下 這叫液下 這叫液面下體積 相當於液面下的體積 為什麼要用液面下 因為這邊才是真正排開什麼 液體的部分 就是液下 液下 液下 乘以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浮力 就等於這個排開水的重量 液體的密度 沒錯 非常好 乘以液體的密度 比方說如果海龜是在海水裡面 那你的密度就要用誰 用海水的密度 這樣可以嗎 OK 所以這就是浮體的公式